一友们,大家好 有一友私信我说 前面上传的视频 教学如何在手指上 轮推天干与地质 比较好玩 而且呢,实用又方便 其实呢,这个在掌上 轮推天干与地质 它不仅仅是因为好玩 而是我们古人 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在古代 生产力比较落后 纸和笔那个时候 还没有大规模的生产 而且不像我们现在 那么方便得到 所以普通百姓家里边 很少有纸和笔 如果来进行教学 古人很聪明就想出来了 利用身体结构 就像打算盘一样 推算出我们的六十五干支 以及五行八卦之类的 那么今天在这里 我就带领大家 如何在手指上 快速准确的把六十甲子 给确定下来 前面讲过 十个地质 在手指上 它是有固定的位置 叫做居而不动 子在这里开始 子丑淫卯成四五为生有虚亥 天干十个 那么就在阳属性的地质上 起甲 可以在尹这里 在尘这里 可以在五这里 甲五 可以在甲虚 在虚这里 所以天干是动而不拘的 而六十甲子干支 就是根据 从甲开始到轨结束 而地质是从子开始到亥结束 形成的六十足干支 那么如何来推算的 现在开始 在手掌上 引算一遍 甲子开始 那就是甲 落在子的位置 在这里 所以顺时针往下 数天干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在有这里结束 那么下一轮天干 又重新开始 就是甲虚开始 在这里又数甲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那么甲虚是生和有没有轮道 也就是说 甲虚形里边的干支 它的空完就是生 与有 那么在这里结束了 甲生又重新开始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到四这里了 重新开始 甲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在某这里结束 重新开始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在丑 在丑 这里结束 重新开始 熟 天干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鬼 在亥这里结束 所以六十足干支 全部轮推完了 因为甲子开始 甲子开始 鬼害结束 一共六十足干支 所以大家不熟练的可以根据我这个掌上轮推的方法进行运用实际的去熟练一下 那么可以很快的将六十甲子搞清楚 诺明白记住 好 有什么好的建议和对本教学视频内容有意见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